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一个25年再创高峰 这个环节是我们之前跟丑友会 其实在交谈的过程里头 有冒出一个想法 一直认为说我们应该有一些25年的全变 这个成就是不容易的 因为这当中有很多暂时我们叫做名人堂 所以各位都是名人堂的一份子 这当中当然大家可以看台上这些人 都是鼎立一方 在各个领域都有非常接触 甚至是某种程度的一个代表性标志性的人 然后这些人跟辩论都有渊源 当然如果我们要再列的话 这边包括全部观众席坐满可能都不止 因为跟辩论有渊源 而在社会上又发挥影响 又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学习的榜样的 其实是不少的 所以就趁这个抽签仪式的时候 因为大家想一想 大家抽了签就回家 就好像也很容易 有点北方大学大老远跑来 理科大学大老远跑来 工科大学大老远从 走后跑来抽签 抽完了就拍拍屁股走 有点失气这个时机 所以就想说趁这个时候 办一下这个交流会 这个名人堂的咖啡馆 然后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原来主办单位的安排 是帅哥美女做主持的 是江汉跟小慧做主持的 那我是强迫他们说 我要做主持我不要主讲 这里面有第一个理由 因为过去他们在电台 电视台主持节目的时候 都是他们访问我 那这次是我报仇的时候 第二个理由 坦白说就是 我们这些 受欠不懂算不算 像我这种老人家 对各位的学习意义 对各位的启发 其实是不强的 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些 接触的 当议员的 当主持人的 当律师的 他们跟辩论之间所产生的一种影响 还是各位 我觉得对各位有帮助的 才是对大家 这个启发 对大家参与辩论这个朋友 有不同的一种影响跟 所谓的交流的部分 那他们才是值得各位参考的 所以如果等一下主持的不好 跟主办当局没有关系 纯粹是因为我要揽出来做的 OK 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些 名人堂里面的名人 OK第一位 雨辉 雨辉是 马大的辩手 那最辉煌的时候是 全辩决赛的最佳辩论员 不过该场赛会他没有赢 就是他当最佳辩论员 就是不会赢就对了啦 然后 当然大家知道雨辉的功力 在辩论上这种 对文字的一种概括 跟用很简洁的文字 我不知道他当最佳辩论员那场 是不是我主评 可能也是 哈哈哈 可是最佳辩论员也是我给的 不过他的那个概括性 跟那个语言的精简 我一直觉得是辩论里面 可以值得大家去学的 那这种概括能力跟 因为辩论 辩论底下你懂 你这就两分钟三分钟 可是你要把一个东西很好的概括 这个是很难的 那这个部分我一直觉得 是以为最强的部分 那这个 从辩论后来走到去 去政党 然后在505的时候参选 我想这个过程 有他非常精彩的部分 而且算是 这当中 如果 从全面来讲 这个对他的影响是什么 等一下我们可以跟他 再谈一下 然后下一位是佑辰 这个我一定要看 因为他的 他的资历 实在是 不是 不是 不是普通的 第一个 我在开玩笑 问他 他今年几岁 我不准备这里告诉大家 因为他 他的资历里面其中一个 一个我觉得很震撼 就是他辩龄 辩论的年龄 跟全边25年一模一样 所以各位想象他有 他有多年轻或者是多老 那是各位可以自己去想的 哈哈哈哈 然后 他跟辩论对他的影响是蛮大的 我自己不小心在电台的节目专访里面 我才知道 除了辩论之外 事实上他过去是更大的成就是歌唱 他曾经拿过很多歌唱比赛的冠金 然后 后来到台湾读书 然后这当中有 有 各位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那个访问是蛮精彩的 那个是我不小心在车上听到的 应该还是还可以回头再听 哈哈哈哈 然后 大家知道 我们很多 马来西亚的灵异节目的名主持人 然后 也拿过金丝奖的最佳综艺节目的主持人 然后 不管是 海峡编 国际大专辩论赛 国权中编这类的 你都看到右诚在里头 然后 几支队伍的 学人中学的教练 教练 教练 所以 我是觉得为什么要提这个东西 是很难得的 对吧 我们要陪 像我们看辩论看了这么久 愿意投入去还在带小朋友 中学的小朋友 去每一个场次这样去陪他们辩论 这个是真的是不容易的 因为你不是一个 我今天叫你一场就拜拜 你就去打比赛就结束了 而是长期的这样子 把小朋友一直带到他们 现在他的小朋友已经是 大专里面的顶尖的辩手 甚至是世界级的辩手 因为 学人中学最近很少两个大赛的冠军 海峡 海峡两岸 在国外的字眼叫什么 台路赤鳖 大马夺冠啊 就把台湾跟大陆都打掉 他是冠军队伍的教练 OK 再来 苏庆 刚才我讲他比我老 是因为我们两个是同一间中学的 我跟他都是学长学姐 也一起在中学的时候 是环学会的 他做主席 我做小委员 所以我们 我们其实是真的是叫做老朋友 年龄上 他大我一点点而已 他没有大我太多 他大我一点点而已 然后 后来到理科大学 到理科大学的时候就 他度理科大学是比较慢的 因为他 中学毕业之后 没有马上进大学 又去一些传播机构混了一下 然后又再重新去考 所谓的STPM 然后再混进去理大 然后才不小心又代表理大去参加全变 所以 当然 郭树庆 雅间嘴吏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 除了雅间嘴吏之外 更重要的是 他那个人格特质有没有 就是对 对人以善 就每一个都市场的朋友 那有人叫他做查布 那 这个时候我可以这样讲 因为在场都没有人 没有人备份比他浅的 那 这个查布是正面的 不是那种很啰嗦那种查布 而是说 他对很多事情 他总是去关心 所以 巴桑里面的Auntie 巴桑里面的Uncle 非常喜欢他 因为他总是对人家寒暄问卵 那他甚至 刚才开玩笑来 那个叫什么龙 林荫龙 这几十年的事情 他还会有那个记忆有没有 所以 所以他那个特质 那 我跟他一起在华音学会的时候 我们学校也办辩论比赛 所以某种程度 辩论 对他的整个生活的态度 对他后来的参政 也有他的一个部分 等一下可能 淑青可以谈的 再来下一位 我有点奇怪 以他的年龄 他应该是少女杀手 可是被人家做做Auntie杀手 这个是等下还要去解释的 来我们欢迎江汉 那江汉当然是 我想我有资格讲他 因为有些人讲说 我是从 你看到我演艺界的人喜欢讲 我从小看他的戏长大 意思说那个演员很老 我是正好相反 我是从小看江汉辩论长大 从他初中辩论到大专辩论 到后来进所谓的Astro 到后来成为所谓的戏来杀手 某种程度 不是他的全部 他的一个部分的成长 我是亲眼看过去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蛮 特别是作为一个辩手的经验 那我们现在五位里面 当然有两位是跟大全辩 那义务城是很多辩 但是没有全辩 那这个江汉是更明显的一个 从辩手这个角度 我想等一下他的谈话可能可以给我们很多在场 你们准备要当为一个辩手的一种交流的部分 那再来这位 刚才一直要坐我旁边的这位 这个有点奇怪 这个有点不务正业的 大学里面念法律系 跟辩论扯上的关系是因为他去办辩论比赛 全辩第九届的丑委会的主席 来我们给他鼓掌一下 因为他当全辩的主席 所以我也才因为这样才跟他收落 那 从办辩论到 对他的整个生活态度 对事情的一种看法 从围观到宏观都好 非常有趣 因为我们在 在 定定 我的印象很深 就是我们在 审题 在出全辩的辩题的时候 那个是 呃 各位看起来 为什么你们也没有熬过这种日子 我们是 大概 第九届的时候大概 我想 头头尾尾大概十来二十天 整个过程大概是一个月 那种开会开到半夜两点 一个女生 法律师女生陪我们这些老交伙 开会开到两三点 那他的感受是什么 我后来发现也因为这个讨论的过程 让我不懂我自己的感觉 对小慧后来对十四的那种敏感度 跟那种所谓的宏观的去看待各种社会上的事情 我想是有他的影响的 那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们会请小慧来谈 那小慧是办辩论 念法律系 那出来之后没有按一般人的去做律师 反而去做电台电视的主持人 他每到一个电台电视台 总是有震荡 我不因为纠纷 因为纠纷基本上是负面的 但是都有震荡都有冲击 因为他尝试的把很多社会的关注面注入 我们过去这种死气沉沉的电台 这种关枪很重的电台 即使他进到官方的电台 我们以前认为官方的电台一定是管枪的 可是凡是有想会进去的节目 你就觉得他有不太一样的面貌 那这个部分跟全辩 跟辩论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现场的五位来宾 都在某种程度上 跟辩论结言 跟辩论发生互动 跟辩论 受到辩论的冲击 也冲击辩论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 因为来的人其实不是很多 但是好处就是各位都是 辩论圈子里头的一份子 所以他们讲的东西其实是最切身的 跟各位都有很密切关系的 所以作为一个开始 我一直觉得说 因为那天我们在审议会的时候 有一些审议的老师顾问就有提说 全辩 已经走到一个 一个对十四 跟其他 因为相对于亚太辩 世界大专辩论赛得辩 全辩的特色是什么 全辩的特色是什么 很明显的全辩是一个更加轻社会的 所有的辩题基本上都是当前政治经济最热门的 最尖锐的东西 尤其是在后几届的全辩里面都呈现 那我是觉得说 全辩 如果我们回想过去的马大环学会 七十几年的时候 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年代 马大的招牌是什么 马大环学会的招牌 春自故乡来 春雷 如果你看过去的很多文章里面 春雷 春自故乡来 从霹雳州演出到 巴昂州的林明 到安顺 这些小地方 整个马大环学会去巡演 你就发现后来就因为被镇压 然后马大被关闭 但是整个对社会的影响 跟称为马大的招牌 春自故乡来是一个招牌 七十四年过后的 马大的另外一个招牌是什么 全辩 我必须讲全辩 所以我们要给马大的同学 一个热烈烈的掌声鼓励一下 就是我们在大专的生活里头 我们在各个领域里头 我们有一些东西是 你能够对社会产生关系 跟发生影响的 那你在学习 你会回想你在大学里面办很多活动 可是有一些 你过后就忘记了 你不会有记忆的 我去捐学一下 我办了一个义卖会 你不会有记忆的 不会有深刻的 社会不会对你有看法的 可是马大就因为 过去的春自故乡来到全辩 而奠定马大环学会 对整个社会介入的影响 前面啰嗦这一堆 其实整个目的是说 辩论很多人喜欢 把它看成只是一个比赛 那作为开头 我就想要请佑陈先来聊一下 在辩论跟辩论比赛当中 你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部分 大家好 好冷啊 我很不习惯这么冷的场面 其实对我来说 现在感觉像所有大专生也好 中学生也好 比赛好像就等于大家辩论的全部 因为现在的赛会时代太多了 然后我现在看小朋友也是一样 然后有时候陪小朋友比赛好辛苦 然后看到他们辛苦了也很心痛 但是对我自己来说 我一直觉得 因为辩论给我的东西 很不一样 他给我的东西是一辈子受用的 像我现在主持 其实刚才智商讲说 就是这个教练还很认真的 在带小朋友打每一场比赛 其实我是有私心的 因为我现在继续代辩论的唯一原因 是因为我要保持住我的脑 因为我发现我没有代辩论的一段日子 我人变蠢了 就人会变蠢 我想在一场开始有人点头 应该你们就很了解 你辩论惯了 然后有一段时间你不碰辩论 你突然间发现人家跟你讲话 你反应很慢 然后你想不到东西 然后你要做任何分析做不到 所以我是有一点小私心 但是也因为这个东西研发 延伸出来的东西应该就是 对我来说 我教辩论的过程一直强调 辩论其实 无时无刻都在 所以比赛只是一个 你把它搬上舞台的形式 然后争取一定的荣耀 当然每个人比赛都想拿奖 这很正常 但是我会更在乎 在生活里面的辩论 你有没有把你在比赛上面学来的 辩论的知识 用在你的生活上 但是我很怕我讲完这句话之后 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错误的想法 因为我以前常会灌输小朋友 就是请从生活中学辩论 但不要把辩论带到生活里 我以前很常讲这句话 但是我现在觉得 我要改变这个讲法了 以前是因为我发现有很多小朋友 他把辩论带到生活里的时候 他们是不让朋友讲话 就是他们跟朋友交流沟通的时候 是不让朋友讲话 结果你会发现 变手身边都没有朋友 最后朋友大概就是你的队员 那几个每一天 因为只要别人跟你讲话 速度跟你不上 节奏跟你不上 然后你就没有朋友了 那我又觉得这样很可悲 但是后来我发现说 那以上我刚才一直叫小朋友那句话 后来发现有错误 就是我说不要把辩论带到生活里 其实是不要跟朋友辩论 但是我觉得辩论的思维 真的可以带到你的人生里 因为我觉得从现在 因为现在听的都是大学生 我觉得从大学 你们已经学好课 你们现在在读着 那到你读完大学以后 你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要怎样走你下半辈子的路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的辩论思维完全可以拿出来的 你把它当一条变题来打 因为有很多朋友小朋友 他们平时觉得说 我不会想这个东西 但是你只要把 你说你把它列成一道变题 例如说毕业以后应该马上工作 你把它当成变题 然后如果你心里面是 比较想要工作的 那你就打正方 然后你就开始论证 你看找完东西以后 然后当你跟你爸爸妈妈变的时候 你说我有数据 然后我论证了 然后你就告诉你爸爸妈妈 那这个是开个玩笑 但是事实上你会发现 这个东西就帮你学会思维 就是你做任何决定 包括你选男朋友女朋友 都可以这样做 就是你心里面明明喜欢一个 但是有另外一个来追你 女生 我说 你喜欢这个 但是有另外一个来追你 这个时候你心里面 比较喜欢这个 那你的立场就是正方 他就是正方 你论证 论证完之后你看 所以人家问你 为什么会选他 因为这样 例子就是 我会作为男朋友的利大于弊 对 类似这样的东西 所以所以你刚才问我说 辩论跟辩论比赛的分别是 我觉得比赛 当然很重要 它是培养你辩论思维的一个 很重要的基础 但是到你后来真的进入社会以后 我觉得 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培养 就是我觉得辩论 其实在你生活当中 无时无刻都在发生 你可以用你的思维 用在生活的细节里面 我觉得帮助会很大 好 谢谢佑晨 所以不辩论会 会脑筋 会变笨 来 宜辉 宜辉 你觉得辩论对你的 因为后来我的一个观察 以为是对时事的敏感度非常高的人 你认为这个是辩论的关系吗 还是你有别的 当然辩论对我有很大的关系 来到这个场面这样子讲 这是真的 因为其实 我刚才想想看我进来马大多少年了 算是算今年2014 我10年前进来马大 都蛮老了 那么其实我一进来马大过后呢 我就积极地参加辩论 那全辩呢 好像你刚才所说的就是说 我们对时事的敏感度 全辩就是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平台 它的变体全部都是非常火辣的 尤其是在89年 他们创立这个全辩过后 你看回它过去决赛的变体 放在今天的十四局势 都一样可以用 比如说当时两限制 两党制适不适合我国 还提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 国家机关和公民社会的关系是对立 多于互补 这是现在马来西亚社会华社 才讨论的东西 在十多年前甚至二十年前 全辩就已经开始 有这样子的前瞻性了 所以看得出 这个全辩的这个平台呢 是让我们对时事有更多的了解 因为很简单 你在打比赛的过程 你一定要去找资料 逼自己读书 逼自己读书 找资料的过程 你就会了解更多东西 所以有时候 你本来在还没有进入那个变体之前 可能你持有另外一种看法和立场 但可能你参与了这个变体的讨论过后 你会跟着立场也转换 看法也转换 因为你看到的是更多的事实 更多的真相 你找更多的资料 这就是辩论带给我们的 所以我觉得肯定的辩论是 让我在这个时事敏感度上 如果可以比较让我更加尖锐的想法 江汉 我不知道你当初参赛的时候 有没有以回那种感受 比如说 可能你从来没有听过公民社会 可是变体突然丢一个公民社会出来 比如说我们在泥变体的时候 当然我们这种比较老的人家 大家是不管年轻人的嘛 时事比较火辣的时候就要逼你去 比如说突然间我们有一个变体 我国应该恢复陪审团制度 你可能连凭谁团是什么都没有听过 当你做变手 你面对这种处境的时候 你会怎么办 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天真无邪的 小孩子内心中一股想上台表演的冲动 所以参加辩论比赛 所以也不管你拿到什么题目 反正有一个军师或者有一个大哥 带着就说 是这样来筹备辩论的 就筹备咯 公民社会找资料找字典找了 回去报告公民社会是这样解释 他说但是这样解释对你立场不好 我这样怎么样 就一步一步学起来 所以我觉得在辩论当中 我能够吸取到很多 我之前不关注的一些课题的一些 有关的知识和养分 当然也在现在我的工作上帮到我 但是其实你既然问到这边 我回想起来 其实我还是觉得 辩论赛的变题是不够全面的 这个从我中学开始我就发现到 我中学我记得我一直有一个变题是 我很想有某个赛会 能够出一道这样的变题来变 但是我这么多年了 至少十多年过去 没有一个赛会出过这个变题 我当时很想变的变题就是 到底素食比较好 还是肉食比较好 这是跟我们健康息息相关的变题 而且这个辩论是一直在持续当中 素食者他们有自己的社群 他们一直在批评说 肉食是不适合人类的 包括从人类的牙齿结构 人类的那个肠道的结构 这些全部是可以拿来辩论的吗 当然所谓的奶制品那些厂商就说 No 我们需要 protein 那是来自于 你喜欢正方还是反方 我喜欢肉食还是素食 我想拿素食的 因为我中学的时候做过一段很长时间的素食者 后来妈妈反对到很厉害我就投降 我很想变这个变题 后来年纪慢慢大了 其实我兴趣蛮广 不只是就是辩论赛 因为我发现辩论赛的变题 大部分是局限在政治经济 社会 家庭 教育 这一些块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再把它的范围扩大一点 比如我们可以谈一下云龙感兴趣的风水 我们可以说一个变题是左青龙右白虎比较好 还是右白虎左青龙比较好 有出国被拒绝 我觉得我们 诶 辩论就是任何东西都可以变 我们要有一种反思 我们生活太多东西值得我们去辩论 当然我不是说政治经济不重要 我只是说 要再扩大一点 我们要海纳百川 对不对 有个政治人物每天这样讲的吗 海纳百川 遍题也要海纳百川 所以我们下一次可以变 刚说到底贵还是不贵 这个不是我讲的 他讲的 这个是我觉得 我心里能不能有点感触 我觉得辩论赛应该让他的变题再多元化一点 就让我们 因为小朋友从中学大学开始 有很多是从中学开始接触辩论 他们有很多我觉得辩论帮到他们的地方 就是他们能接触到 课堂课本以外的知识 那个知识很可能是影响他们的前途的 那么辩论既然有这个好处 何不把他的范围再扩大一点 让他能够接触更多 那么对他的前途可能 他能看得更远更宽广 对他前途有更多好的帮助 所以某种程度就是那种 强迫吸收 强迫学习 因为你抽到那个变题 你没有得好选 所以你要赢 你就要去读那个资料 就要去学那个东西 所以辩论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强迫你学习 过去你从来可能完全不理解的课题 完全不关心的东西 完全没有兴趣的东西 所以你要像这个江汉江 去研究素食 如果你抽到素食那一方的话 可以这样说 OK 再来我们请小慧聊一下 小慧的情况有点特殊 他从另外一个层面介入政治 比如说我是从当评审 我说国内当评审 当顾问 当老朋友来介入政治 那小慧的角度是从一个筹办辩论比赛的人 来介入政治 那这个部分的状况 当然跟身为辩手的就有它的差异 那这个部分我可能请小慧来谈一下 那你觉得用过去作为一个筹办辩论的人 辩论对你的 你对辩论的一个看法跟你辩论对你的影响 其实我觉得我可以用一句话来讲 就是全辩的基本上 全辩是改变了 我觉得我整个全辩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 这一句话确实是这样子 因为如果不是当初 去年我们刚算九辩十周年 十年前如果不是因为办九辩的话 我今天我之后的十年走的路 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没有九辩的话 基本上我应该是大学毕业之后 不久就结婚 然后生孩子 然后现在应该是在这baby一起来 那个时候可能也因为毕业之后 就应该可能就那个时候当律师 现在应该就是 大概是那个所谓的practice years 应该是有七年 而不是现在的两年 那么为什么说全辩改变了我整个人生走向 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全辩里面我认识的人 全辩里面认识的人 改变了我之后的走向 那简单来讲 几个方面 第一 我本来从法律 那其实我以前对媒体是有兴趣的 但是为什么 我一直觉得说可能我没有机会做媒体的 因为作为媒体 在马来西亚本来就发展空间也很有限 以前的中文节目也不多 华语新闻 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主播 大概空缺也不多 而且我又长得不是特别漂亮那种 特别上进 那声音也不是那种 所谓的广播的那种符合广播特质的 甚至有人说我是残音 就是不适合做广播 所以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机会做媒体的 但是为什么我之后有机会进广播 因为从YFM开始 那YFM为什么会收我呢 因为全变 这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做全变的时候 我们就跟当时的电台是YFM合作 当时我就因为这样子而认识了 YFM那个时候的总裁 叫黄丽娥小姐 在合作的过程原来她很欣赏我 我不知道 然后后来在全变结束了之后 有一次刚好是YFM的那个DJ面试 那是我大学最后一年 我就觉得反正Part Time很好啊 就去试一下 结果我记得Miss Zoe看到我 她就很兴奋 她说你有兴趣做广播吗 她就很高兴 她说她就录取了我 之后她再跟我说 其实如果以说广播的特质那种音质 你是不符合的 因为我的声音不是那种好声音 可是因为她说全变的 认识我的过程 她觉得我是个全才 这是她说的 然后就 所以我一来 她看到我来面试 她就马上决定要录取我 她就从这边开始 就改变了我后来的走向 这是一方面 第二个是呢 我认识的全变的人 比如像罗大哥啊 像那时候YB郭书信也是我们评审 跟我以前认识的人都不一样 其实以前我在接触辩论之前 我中学有辩论 但是那辩论对我来说 只是上台比赛的事情而已 跟生活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那我认识这些人有点奇怪 是因为首先在认识他们之前 我已经是在我的同辈当中 同学当中 我已经是佼佼者了 就这种功课啊 活动啊 都是那种领导人很杰出的 但是一山还有一山高 就在进全变之后发现 还有这么紧的人 因为我觉得这些人的 厉害在于什么 我觉得 这些人的想法 他们关注的事情 都跟我以前的朋友好像不一样 以前朋友坐下来就讲什么呢 讲一些生活的有的没有啦 讲这个的是非那个的坏话啦 就是这样的生活 但是这些人坐下来 开口闭口都是一些实施课题啊 而且不是那种 只是咕咕点讲那种 他们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去跟你分析事情 就包括像罗大哥讲的 那时候其实我很痛苦 我那时候大三 可是对于很多实施课题也好 我们懂得都很片面 甚至很多课题都很闷的 要不是辩论 我们当然是选择一些 我们有兴趣的课题 当时对我来说 经济课题是很深啊 我不懂的 可是呢我必须跟这些 刚才罗大哥说的老家伙 谈很多 我觉得我年龄呢 是很难明白的课题 什么全球化啦 什么经济多元 什么 我会觉得哇 这课题很深耶 到底是什么东西 有时候都搞不懂 但是那时候没办法嘛 因为我是仇为主席 像这样的场面 我不硬着头皮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所以我就要陪他们开会 有时候开会 开几个小时 他们讲了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我是不明白的 但是就 但是他们也当我是小女生 这样子 我就负责做这种记录的工作 然后安排这种行政的工作 但是因为这段过程 就从中学了不少东西 这是一点 就认识的人 让我觉得我的生活不一样了 所以我刚才就开玩笑说 因为全面的关系嘛 我在这样的生活圈子 比较适合我 才发现那时候的男朋友 也不是很适合我 所以我就开玩笑说 因为全面的关系 后来我就分手了 结果到现在都还没有嫁 到底是全面是利大于弊 还是弊大于利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全面的人 改变了我整个生活的思考模式也好 甚至我人生的走向 简单这样子讲 对 所以我尝试要 这里一个重点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筹办活动的时候 如果你只是负责 比如说布置场地 你就把场地布置好了 就白白拍屁股走了 你负责膳食 你就把打包饭装好水 给大家每个招呼到很好 就结束了 其实那个东西 是不需要去学的 因为那个东西你是 基本上生来大概就会的 只是说你serve的比较有礼貌一点 比较让人家比较开心一点 是什么 可是真正参与的过程里头 对筹备的同学来讲 他所谓的收获 他所谓的启发 往往是在其他的部分 所以我真要有时候 看筹备的同学都做得很辛苦 当然我不知道他们最后的感受 会是什么 但是我想 这个筹备过程的一个精彩 跟对自己所谓的成长的部分 那个才是重点的部分 那讲的更严重点 像小慧的 某种程度对他往后的 整个影响 其实也不只小慧 我相信江汉 甚至 后来的文明 惠明 静庭 这个都是因为辩论 而某种程度 让这些电台 电视台的人看重 那这个部分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没有那一段 你要插一下 然后他们这几个女的一个共同点就是 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嫁 除了静庭之外 我快讲完了 所以这个独立思想的一个影响 那才有加的更严重 OK 所以那个部分 江汉讲的是一个插曲 让大家开心一下 他们开心不开心我不懂 不过 大家可以看到 当你参与的过程里面 不管你是从哪一个角度 辩论员的角度 教练的角度 现在教练过去变手 过去变手 现在节目主持人 过去筹备 因为你所感受的 你所冲击的部分 是不一样的 你记录的层面不一样 你所获得的层面的收入 也可能是更丰富更不一样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 请苏清谈一下 因为苏清是 我跟他很熟 所以我不会像各位这样叫他YV 叫他议员 因为那个对我来讲 是很别扭的事情 我们两个都 其实是同一个中学 后来有一段时间也一起共识 在政党里头一起共识 那后来当我们各自 进入一个不同的政党 不过基本上 还是在同一个阵营里头 那我不懂 这个 因为苏清是 我想比较直接一点 辩论对你的政治取向 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 还是说 你本来就跟辩论 不是因为辩论 我直接就谈政治的取向 好吗 我有参加辩论比赛 我记得好像是1988年 还要录影是吗 我要做主播 1988年 当时 1989年 1989年 当时我们在念大学的时候 我们接近的人是 我在槟城里大 是徐子庚 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 对对对 算是顾问 因为他当时给林吉祥打败之后 对行动党搞也要切齿 而那个时候 我们也通过因此认识 马道华文学会 我们都是 李道华文学会 马道华文学会 当时都是非常受打压的 那一个时段 所以我们就 时常有在一起 什么大专 华益生联谊会 那时结出的是 翁诗杰 陈祖牌 还有什么打 那个谁还出一本圣战 陈志平出圣战 他们都是进国阵的 那 我们当时认识的朋友是进国阵 包括何国中 当时他刚刚做马大的这个讲师 他在下面 他助教还在做评论 评审之一 其实根本没有任何一个行动党的 任何的领袖曾经在当时我们李大全变之类 接触过我们 可能 到当时 当然后来我会参加行动党 主要就是因为 可能我在李大 不像在马大跟马华比较接近 所以在李大是因为在边疆 那回到来 刚好是华团在高喊说 1990年的全国大选 要华社要 广大反对党就成两限制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可能我在 如果是 我很认同刚才我们一些朋友所提到的 其实像我们谈辩论来说 辩论是在学术上是一个必须 所有的学术的理论都是用文字来争辩的 所以整个历史的进展 你要社会民主主义 你要共产主义 你要什么主义 也是一场辩论 都是不同的主义思想的辩论 所衍生的制度 那我们在看 很认同 又成所说的 其实辩论的一些做法 其实也不能够完全搬到生活上去的 比如说 你的顾客永远是对的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话 你的老板也是对的 你不要一上班就去跟人家辩论 用不同的方式去说服人 去影响改变 但是我觉得辩论的整个过程 让我们参与辩论者 可以学到的是什么 比如说 好像小慧也讲 很多那些课题 经济 政治都是很大块课题 你要读很多很多的书 去提存出来 三分钟就要讲完了 所以你的语言是不是要精简 你要学习精简 你要straight to the point 你要是一语就点破之类 所以这些都是我觉得 如果我们大家有这一方面的训练 接下来做媒体工作 你看新闻报报看 人家这么厚的报纸 他竟然三分钟讲完了 这是从前面学来 这种功夫其实也是很重要 你做新闻工作者 报告新闻的 这么大件事 就是他两三一分钟要报完 就是与文字的这个精简 接触到重点 这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的 还有一些场合 比如说你看我们的这些 这些主播 时常三两播千金 他们都是在主持 主持这个节目会议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们也很轻松 把很严肃的课题要带出来 而且还要懂得厚着脸皮去问一些 很尖锐的问题对政治人物 吃一吃他们 这些也是辩论里面学到的一些技巧 因为辩论也不能够这样严肃 你抛几个笑蛋去 往往可能就是 不小心成为最佳辩论员 然后呢 我在想还有 这个回到 其实怎么说 辩论 其实也不是辩什么真理 真正的辩论会 我在讲辩论会 其实是一场表演 但是你学习怎么去表演 引起观众的这个掌声 笑声什么声 那这个对于我们将来 比如说他们这些做主播的 上台主持 做司仪的 做主持人的 这样的一些功夫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我们从辩论里头 学到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 那一个过程 小慧刚才跟我们分享 他成为全辩的这个 丑委会主席 他的整个学习过程 都是其他的大学生 所没有机会接触到 没有机会学习到的 同样的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头 其实我参加过一次辩论会 我就怕了 我就不要再参加 整半年就是在 时常一得空 就是聚在一起去讨论 讨论那个辩帝 怎么去打败对方 怎么去击破对方 但是这一个过程 对我觉得我们的整个 成长 整个对很多课题的 这个掌握 我觉得这些 其实都是我们的 身为大学生 都是应该掌握 应该学习到的 我们把范围缩小一点点 因为各位都是要上场的人 怎么样面对辩论 比赛当中的失败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失败这个部分 但我想就请两位帅哥 年轻的辩手来谈一下 宇辉 还是江汉 你们在比赛 我想都有胜有败 可能江汉是败的更多的 那 在比赛中失败 你们会怎么样 怎么样对待这些 所谓的失败 首先辩手输比赛要大哭一场是肯定的 那面对失败 那面对失败 所以 真的是胜败乃兵 赢加尝试 不管是 你有最强的队伍 还是 你可能是 不起眼的队伍 你都可能会有一些 战绩的变化 因为在临场表现的发挥上 可能会有所不同 然后可能就会输掉比赛 所以 要讲面对失败呢 其实不止我自己打比赛我输过 我也看过我的学弟 学妹他们打比赛输过的那种 痛心是有的 因为筹备了这么多 然后 却到最后 不能获得胜利 人都是有胜负心的 所以 你要怎样去面对失败呢 要赶快告诉自己 一场辩论赛罢了 就是一场辩论赛罢了 人生还有这么多路要走 就只是一场辩论赛罢了 所以 我觉得 这是我在 走出了变谈 过后 才会领悟到的 就是一场辩论赛罢了 你要想一下 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 比你更惨的人 你不需要为了一场辩论赛 那么执着 输了 要痛哭即晚 然后 一直不能放开这样子 那么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心态 你这样子先上 有这样子的心态去上场打比赛 你可能会打得更好 如果一直抱着 一定要赢 一定要冠军的心态呢 那么你上到去呢 可能会 让自己 被束缚着 所以 面对失败呢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想 失败 并没什么大不了 我要抱一个小料 雨晖呢在马大变队有个经典的 也不算笑话 不过是一直被我们拿来讲的 话说那一场全变决赛 是我们很在乎的一场比赛 希望拿冠军 结果我们拿不到冠军 但是我们有全场最佳变手 决赛 对是决赛最佳变手 结果雨晖那天晚上是哭着对我们说 我不要最佳 我要冠军 结果这个就给我们笑了 到现在还在笑 那时候肯定在那时候的情境 我是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感受 因为 毕竟是比赛 这好像足球比赛 你踢到了世界杯决赛 你知道拿不到世界杯冠军 一定是大苦一场 这是肯定的 那你想你走了五六年过后 还好你当时没有骂裁判 有骂 心里都在骂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Facebook OK 刚刚谈之前 我先丢一下 这个题 这个所谓的失败这个部分 作为 特别是全变 别的社会 我没有进入这样的神 作为全变 我们非常在意 因为我们非常理解辩论队伍的付出 辩论队伍的投入 比如说我们非常在意 持平性 如果那个变题一出来 会一边倒的 那辩论的队伍 输的那一方 他不是输在 能力 不是输在知识 而是输在立场 而是输在变题 那我就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出题人的责任 出题人的责任 所以我 我们有时候在 全变的认真程度 认真程度就是 我们 省提的顾问之间 为了一个辩题的持平性 可能我们也要辩了两个晚上 就为了说 这个辩题到底公平不公平 对双方公不公平 所以对一些辩手来讲 他非常痛苦的就是说 如果他抽到那个辩题 他自己感觉 自己感觉 不利他自己那一方 然后他偏偏又失败了 他偏偏又败了 那这个时候他怨这个辩题 怨这个 这个出题的人 或者是主办单位 那个怨气是非常深的 那我不知道江汉有没有过这种经验的 我绝对有过这样的经验 OK 来 等一下 我记得我去打过 国际大专辩论赛 这个比赛现在好像也没有了 那为什么会没有呢 我不知道啦 不过我可以分享一下 他出过怎么样的辩题 他的辩题是这样的 善必然有善报 善未必有善报 就是做好事一定有好报 鸭太大专辩论赛 现在还有 还有啊 鸭太辩 做好事一定 以上辩题本人不是粉题顾问 那个辩题我觉得 基本上是一面倒的 我到现在我还是觉得 那个我不懂当年的审题顾问是谁 我觉得出家的辩题的人 是没有好好去思考过 那个辩题的 做好事一定有好报 谁拿这一方死定了 有谁可以保证做好事的人 下一秒出去不给车装死 OK 他不给车装 他十年后中cancer死 你都可以讲的 你知道吗 另外一边要证明 做好事一定有好报 另外一个说 不一定有好报 这样你可以讲 有人做好事得好报 有人做好事不得好报 他就成立了 因为他是未必吗 我要一定有哦 我怎么样证明 结果上去跟他乱开玩笑咯 结果输掉了咯 如果要比喻 这种一面倒的辩题 我可以这样的比喻 所以我们的对手呢 他的那个龙门好像真孔这样小 我们的龙门像整个stadium这样大 他随便踢一粒球就进了 你知道吗 我们一定输的 所以我觉得出这种辩题的人 那个头脑是有问题的 真的 而且还是国际大专门的赛 亚太 亚太 国际 国际 05年 所以我觉得 哇你们搞错出这样的辩题 不过没有办法啦 我们也是 你怎么讲都是要尊重赛会 虽然你不买那个辩题 不过你要参加人家游戏 人家定了是这样 你不是跟着走咯 除非你就不爽不爽 你弃拳咯 你又不弃拳你不是参加 所以那时候是输掉的 我有过这样 那时候怨气很深的 不过 话说回来 我先插一下 为了这个题目 我曾经有 以江湖地位 跟这个国际大专辩论室 的主办单位讲 请问你们任何一方 可以跟我用正方来辩的 我随时欢迎 还有这样的事情 我曾经给他们这样大的压力 不过他们还是坚持吗 还是用那个辩题 因为那边是你们比过后的事情 这比你江湖地位还不够 我讲回来讲回来讲 输了之后 你会有心里不舒服什么 我相信其实宇慧这样的感受 我也 因为我从中学开始 我从中学就开始经历这种输 我在决赛输过 班决赛输过 复赛输过 出赛 任何一个阶段输我都试过 后来我发现到其实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宇慧输了 我看过他哭 我很印象深刻 他哭的时候是 是全情投入的哭 就是你看他 哭还有不全情投入 有有有有有有 你看他有些人哭 他就是女生 他就是坐在那边 一言不发 然后你看到眼泪流出来 那个不叫全情投入 那个也是全情投入的哭 他那种 我很记得我看他的哭 他是一下台 就站在那边 他的口是这样开的 你知道吗 这样来哭的 我就哇 这个人伤得很重 我要不要去安慰他 我要不要跟他讲 我明白你的感受 但我可能不明白 我从来没有这样哭过 这样来哭 我知道他伤得一定很重 我也是书冠的人 我要去拍一拍他 算了 还是什么都不要做 他过一阵子应该没事了 不过我要话说回来 你全情投入过 然后你输 你会哭 不过这个我觉得 其实就是多年以后 你回头看 这不是坏事来的 这不是坏事来的 能够为自己喜爱的东西 去全情投入 无论成败 成你会欣喜若康 输你会哭的痛快 但是这个过程 其实我觉得是 对于你心理数字的 一个很好的锻炼 就是说 那个锻炼的过程 就是你对你喜爱的东西 一个全情投入的一种锻炼 因为我觉得 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 他很难 他没有一个很好的机制 去培养我们所谓的热情 人的热情 有时候是需要有些机制 去激励一下 才发挥出来 而能够改变时代 创造历史的人 都是热情洋溢的人 他对他的那个领域 和他专业的那个东西 是热情到你没有办法理解的 那个地步 但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 缺的一块东西 我不是讲他一无是处 我只是说他确实 就是对人的热情的一种 提取培养和激励 很多时候他反而是 抹杀掉我们的热情 你知道吗 就是老师为什么这样 不要为什么 考试没有错 你跟我背起来写那个答案就对了 你懂吗 这种东西是 我记得一句话 我很记得的 一个国学大师 他叫南淮景 是我很佩服的一个大师 他讲过一句话 我记得到这样 叫做消磨天下英雄气 我觉得现在教育制度很多时候 都是把这种英雄气概全部消磨掉 原来教你不要想 跟着背背了血就是了 那种能够改变世界 像Steve Jobs的人 他们就是不喜欢体制内 做这种这样乖乖听话的人 他们就喜欢突破局限的人 你没有一种机制去激励他的话 他的热情不在的话 他也改变不了世界 我觉得对于辩论 或者任何你喜爱的东西 你能够在中学到大学的那期间 有一段岁月 有一班朋友 陪你一起去对自己喜爱热爱的东西 这么冲一回 到最后你不要管输还是赢 你那个提取出来的那个热情 你懂了 原来人生赢是可以将来跑的 那个你记住 以后你为你的事业奋斗 你为你的人生奋斗 就用这种这样的心理素质去奋斗 那么你人生的成就 我觉得会比一般人更高 我觉得这就辩论给我们了 过后输你哭吧 因为这一定会的 你既然这样热情投入 你不哭是假的嘛 那你哭过后 擦个眼睛多年后回望 哦 其实也没什么 但是你的那个心理素质 已经培养出来了 就是人生的那种热情 的那种态度 已经培养出来了 那对你以后 就会有很大帮助 这个是我觉得 辩论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收获 这个时候要一个掌声来 画了 佑晨你是多重身份的 你当过辩手 当过教练 也当过评审 也当过顾问 那整个这样的一个辩论的 当然我理解 因为有些人讲他的 他自己实际上讲 他到底最后是 他主持节目是他的主页 还是辩论是他的主页 有时候真的是搞不懂的 投入全情对辩论的投入 这当中当然有 有他对你影响很大的部分 那为什么会让你变成这样 好像某种程度是 全职 辩论反而变成是你的主页 那底下反而是你的副业 先 其实很多人觉得 我是全职在辩论 然后 我副业在主持 是因为我现在有点 班退休的状态 就是 没有 大概 跟钱无关 各位强调 不要跟我借钱 没有 是因为 我觉得可能是忙到一段 一个阶段之后 我会发现 原来 生活要享受 所以我变成是 我现在在工作上面也好 我做任何事情上面都好 都选择我 比较想做的事情 而因为 我不懂为什么 辩论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我举一个 稍微举一个例子 你看 我其实这个礼拜一直在 生病 然后感冒 结果 那天因为打电话来说 全边这个礼拜六要抽签了 来不及 然后大家如果能抽 尽量抽 我其实那天是真的只剩下 就那么一点时间 然后 我们那天晚上不是到 晚上2点多 3点 对不对 然后我开车回家的时候 我突然有一个很奇妙的感觉是 我们讲的是我们在审题 开了半年2点半 对 所以各位要鼓励一下我们 然后 我那天开车回家的路上 突然发现我伤风没了 然后我说 嗯 是怎么一回事 就辩论有这么神奇吗 那我觉得 我非常认同刚才江涵讲的事情 就是原来当你非常全情投入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你体内的某一些 可能是抵抗力也好 或者是某一些基因也好 会被激发出来 就是你 其实心理学上应该是讲是你暂时忘记其他的事情 所以你就不会被其他事情困扰 那 但是因为我真的是很爱辩论 刚才讲说我的辩林跟全编童年是没有错 因为我从当辩手到教练 然后恢复辩手再当教练 那这25年来我依然很坚持的过程 那刚才听到一些说澄澄澄澄的 我觉得辩手当然刚才江涵表达了他的心情 那我作为教练就是局外人看回整个局面 我反而觉得他会是一个 因为我看了语慧的简介我很喜欢那句话 就是他有讲说其实辩论是一辈子的 所以我为什么现在还坚持是因为 我看回来会觉得看着小朋友成长 其实你自己也在成长 因为我这里应该没好像只有云龙以外 好像没有多少个已经当爸爸妈妈 那我还没当爸爸妈妈 但是我已经彻底感受当爸妈的感觉 因为带着小朋友看他们输 然后看他们哭 然后我一直哭 然后我包着他们叫他们不要哭 到后来其实除了这样以外 我相信这边有当教练也很清楚 现在你的小朋友失恋 然后什么跟小朋友吵架 爸妈不给出门 你都要帮他set的 所以基本上教练的工作不容易做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 辩手当然学到他们心智上的成长 但是我觉得教练 或者是做一个多重身份的人 我觉得整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自己都在成长 所以我才认同宇辉讲的那句话就是 他是一辈子的 就算今天我四五十岁 五六十岁 七八十岁都好 不好意思 吴董将会不会叫坏小朋友 因为我到现在还是跟我妈这样讲话 我妈每次讲说我是你妈 我说什么就什么 然后我通常会回应她一句 妈 你还活着 我说你还活着就要学 所以我说你这个东西你不懂 那你就要问 那你不会我会教 然后但是我不会的 那你也教我 所以我觉得辩论给我的就是这样子 它是一辈子的 所以我以前有一段时间相当挣扎说 我不要放弃辩论 就是请不要再找我这种顾问 不要找我当评审 好累 好烦 因为我的生活真的全职辩论了 因为我从年头比赛比到年尾 然后不是比赛就是评审 不是评审就当顾问 就一直在做 但是后来就最关键的 让我转折的那个点就是 我终于想通了 就是辩论它就是一辈子 它就让你永远一生受用的东西 那为什么要放弃呢 我在家里的地位 大家知道我是辩论辩谈教父 可是我有一个每一次挑战我辩论的女儿 然后刚才这个佑成讲这里只有 大概云龙是当爸爸 我的孩子的教练就是梁佑成 所以我每天要面对他的徒弟来质疑我 我的孩子在心中 是一个辩所 是佑成的学生 所以每次要被他质疑 OK换回来 刚才我介绍小慧的时候有提 就是一般人如果你就很正常的 当然我不表示小慧不正常 很正常的你去主持节目你就去主持 别人给你搞你什么你就照念 对吧 这个是如果你要保住你的饭碗 如果你要继续的在电台电视台生存之道 有时候像江汉这样花俏一点 间中插几句无下小说的词语进来 符合那个节目的特性 那是OK的 可是你偏偏要去冲撞那个东西 什么上班红绿灯啊 你怎么说啊 凡是有小慧在的节目 总是有冲撞 总是有火花 总是被关 是什么事情让你要做这样的事情 什么原因让你要做这样的事情 欲人不输 我认识那些全变人教坏我 其实我刚才第一部分讲的比较多 是小我的部分 就是说我的人生走向 怎么因为全变而改变 这个部分呢 可能好像就看得比较大我一些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 这个东西是 如果我不去想的话 我不会想到说 到底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 我做全变那一年呢 其实我觉得 也之所以很多人 其实对第九届的这个辩会 全变特别有印象 九变一方面是因为 那个时候呢 我们也相当大胆的做了一些蛮多的突破 当时候呢 我是因为 就认识了好一些 当时的辩论 一些老顽童 比如说像罗大哥 这样子那种 很多包括还有折中 他是常常给我们一种想法 就是说 为什么就一直这样子做 能够不能突破吗 总的整个过程呢 我就被很多人影响说 全变不应该只是这样子的 不应该要造 什么东西都不应该说只是造老路 因为以前的全变是这样子的 就是一个很小众的活动 虽然它涉及全国大专 但是到最后好像就只有马大的筹尾 跟那几个参加辩论的辩论员 参与其中 可是它明明是一个全国性的活动 他就做的很小 感觉就是很小家的感觉 就自家们 关起门来做的活动 从这个开始人家就说 你们全变应该走进社会 就很多人给我们很多激荡 但是很多时候那时候觉得 那个情况好像不太可能 那你要走出社会的话 我们以前就是只是做了活动 报纸报导就没有了 当时就想说要怎么突破 那当然你要电台电视台配合 今天十年之后你觉得 全变上电视上电台 好像是很简单的事嘛 但是在十年前我们做的时候 是没有人做过的 也没有人想过说 有电台或电视台 愿意跟辩论活动合作 甚至做转播直播 没有人想过的 那当时就有了这个想法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然后结果我们那一届就成功的 把让全变第一次 也是马来西亚第一次 有大专辩论会呢 是在电视延迟转播的 而且那时候成了贺岁节目 因为我们是在03年12月 它就录了之后在播的时候 是刚好是04年年初四 所以我就常说全变是贺岁节目 然后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那包括当时如果你要做大这个活动 我们要更多这种跟民众接触的活动 就不能只是比赛就完了 比赛之前我们要有一些造势活动 那时候我们还做了一个很大胆的突破式 一般上你去商场 看到商场的活动是什么 产品促销啦 歌手唱歌啦 对不对 你有看过辩论在那个shopping mall 举行吗 那一年呢我们就想说 你在你就关起了门来坐 这样子的话就只有喜欢辩论的人 会知道有这个辩论活动会来 你永远就只能吸引这群人 我们要怎么主动走进这个民间 走进社会呢 shopping mall 是一个方法 不管你喜不喜欢辩论 你经过看到你总会八卦 对不对 看一下有谁 那我们就放一些题目是 加上那时候我们觉得 辩论其实是可以很生活的 很生活化 我们就选了一些题目 那种很老土 但是有很多人很有兴趣的啦 爱情 面包和水呢也比较重要啦 爱和被爱呢也比较幸福啦 这种课题经过的人就 就会被吸引就下来看 我们就趁机宣传什么的 就做了一些这样的 当然我这个举的例子是 有这样子讲的 好像有点自吹自擂 但是我举这个例子是 当时就在很多的激荡之下 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突破 结果那一年我们全变的 我们算了一下 配合这种 过去全变啊 前面八戒做活动 整个赛会只需要大概一万两万块钱 可是我们要上电视 要直播 要转播 要上电台 要搞造势活动 还有 因为你配合你这种 你的整个宣传啊 甚至海报 你看现在的这种 版丁什么都很漂亮 以前的印刷都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没有钱 我说如果你要配合整个格局的话 你要上电视 你不能够做得很寒酸 所以整个费用就增加了很多 当时出第一次算出来的时候 是要从以前的两万 我们需要是十万 怎么可能 让我们后来是很节俭的 最后整个赛会大概是八万 就用了 那当时钱拿你找 甚至到决赛当天我们还缺两万 本来是跟一个人谈好说 决赛之后我们会去跟一个肉骨茶商 决赛之后会跟他配合 我们就义卖肉骨茶这样子类似 不过后来解决了 就整个过程中 其实是这种 整年里面就很多要尝试突破 可是又面对很多局限 但是当时我觉得 因为可能是全面里的人 都是那种 不按照那种旧思维做事的人 是觉得要颠覆传统的人 很多这样的人 不管在生活上也好 在变体上比如说变体 辩论本身就提倡什么 多元思考 多元思考就是说 这个变体你这样一看 很多人倾向会这样子想 他的想法是A 可是其实是可以从B和C来看的 那B和C可能不是主流的想法 但它是有论述 可以很好的去 就是去破题去论证的 像这种思维 其实不只是在辩论上 在比如说你生活上 搞活动也是一样的 你就是要打破 原有的破旧立心吗 我想可能是 就在那个时候全面 我们常常觉得 我们把很多的不可能 变成可能 所以我在想可能是 这样的一个原因 所以后来我在电台也好 电视台也好 好像常常都会 习惯了你知道吗 好像天不怕地不怕 反正死不了 做不成就不成 你能打我怎么样 加上那时候 常常被他们听很多 他们讲很多 那种不公平的政策啦 什么 就觉得 心里面有一把热 一团热火 所以我进电台 电视台的时候 就可能习惯了 就 以前这么做 我们现在一定要这样做吗 我们应该怎么做 当然也从全面学会了说 群众是你很重要的东西 你东西做得再好 你没有群众的话 这个效应是没有的 所以后来我们在电台 我记得有一个 我不知道YBE 郭书记还记得吗 这个可以大家分享一下 后来我们在电台的时候 YFM的时候 要关台前两天 我们安排了 林冠英跟翁诗姐 上电视台辩论 这个看起来很普通辩论嘛 有什么 可是那个时候呢 已经是 因为在那个时候 在刚好我在电台的时候 是巴拉的时期 也是我们媒体的 小开放的一个时期 之前 电视台 电台都没有请 版对党上电视电台的 我们那时候呢 节目偶尔会电话访问 但是那一期反正要关台了嘛 我们就做一些不一样的 很多人就跟我说 你知道吗90年代 林冠英跟翁诗姐就变过 随式政治的寄生虫 但是那四隔来已经十多年了 我那个时候是2005年 他们说已经是有16年 好像是之前是90 什么这样子 91年 他们说应该安排一下 让他们两个上来 那我们就联络他们 当时我记得 很多人说可能嘛 这两个人怎么可能 可是我们就觉得说 就可能是因为全面那种 什么事 never try never know 你应该先尝试一下 当时呢 其实后来能够成呢 我要感谢的是 YB郭书庆 跟现在的这个 居然国会议员 刘震东 我不是YB还记得吗 我听说当时是这样 因为呢 林冠英是秘书长嘛 翁诗姐是 好像还是马青而已吧 2005年 总团长而已 这个辈分上有点 我一党之手跟你什么 一个小小的青年团之手辩论 有点身份不搭嘛 我听说当时候 这个YB郭书庆跟这个 林冠英说 类似说 这个平台很重要 今天就算 林良时的孙来 你都要跟他辩论 是吗 记得吗 你是这样子说 也就因为这样子 我绝合了 当时也相当受瞩目说 事隔十多年 然后这两个人 再次同台辩论 当然就这样子 后来就 还有一个跟YB有关系的 到了你怎么说 我们也觉得说 RTM过去做的节目 就是那种 自己讲自己爽 也没有人看 就只花纳税人的钱 来做的节目 我们觉得不应该这样子 这个平台应该怎么做 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你怎么说 一定是要朝野都有了 所以我记得后来有一次 这是后来尤全跟我讲的 因为应该是我的搭档主持林尤全 他说那期是郭苏清第一次上节目 那时候对RTM来讲 在Angasaburi 看到反对党的人 你知道是多么轰动的事情吗 所以我 这个是尤全过后跟我讲 他说 这个苏清 YB郭苏清 从这个直播室出来 遇到的一些人 那些人的反应 然后他又跟尤全讲 他说 哇你知道吗 那个马来人看到我 这个Terrassa会出现在那边的 这种怎样反应 我觉得可能 多少跟这个全面整个仇办过程 认识的人 跟我们做事情的方式 怎么去颠覆传统的思维 怎么去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这些可能都交坏了我 所以让我以后变坏了 这样子了 大概是这样子了 我想小慧 点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 当我们谈一个事情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全面影响小慧 其实小慧也影响全面 那 因为小慧的 在受到全面的影响 然后后来影响到全面 这样的一个面貌 然后这个东西又反映在他后面的工作 不管他在做电台 电视台 甚至到后来的 我想 我们大氛围里面的 鼓励政治的辩论 包括后来出现的蔡希利 跟林观寅辩论 跟整个我们讲的辩论圈子 形成的那个压力跟风气 是有很大关系的 因为现在大家笑不笑他们政治的路 人家大专生都可以上台辩论 你们这两个首相不敢上台辩论 大家都会用这种模式来 来做某种程度的群众压力 有没有 所以再加上后期的 我们这后面十年的整个辩论的蓬勃 我讲蓬勃到的程度是 如果你是做平叛的 你是很惨的 因为那个赛会密度 等下精英变 等下德变 等下全中变 等下全国大专辩论赛 等下亚太辩论赛 如果你 你真的是不要做工的话 只是靠做评判的话 如果有收入的话 是够活的 那偏偏他当然是没有收入的 我就开玩笑讲 他们每次称赞我 平超过一千场 我刚开玩笑 一千场不要多 不要像他们这种主持人的出场非常高 这些是讲示威数的 我讲一百就好 一千乘一百 我有一百千 如果我们讲一百块就好 如果你认真去算 那事实上可能我倒贴的是五十千 可能不但只没有一百千 我就开玩笑 他们讲 全中辩论赛去到居栏 想当年 去到居栏 跟我们讲 这一场我们是有给你惊贴的 很难得一个辩论赛友给我们裁判津贴 有没有 打开那个信封看的时候 里面五十大元 你不懂要给多好还是给油钱好 这些都是我精神尽力的 更不要讲那种是没有钱的一堆 可是如果你认真去算一千乘一百 我做辩论有一百千的收入 这二十几年了 可是正好是没有这回事了 OK 事情 到回来就是 因为辩论的圈子里头 现在逐渐出现的 特别是刚才大家开玩笑讲 江汉用了一个字眼 叫做大部分的辩手都往 所谓的在野的方向 包括我们看到尼可敏 以辉 甚至到后面的 不管是在前 目前还是幕后工作的 很大一块 是往零点去的 我刚才问萧塔拉 要用大那个字吗 因为不是大 因为几乎是全部 弧线表是另外的 所以 你自己怎么看 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整个大趋势的那种演变 尤其是那个社会媒体的那种 Facebook之类的那种渲染 很多的这个议题 在以往你可能要隔几天 然后在我们 在我念大学年代 没有所谓的Facebook Email也还没有的这个时候 消息传播的很慢 但是现在大家都对很多课题 都是很熟悉 所以我觉得是很自然的 那你的这个 对政治的看法 这个立场 自然是很鲜明的 即使是像小慧 当年也有部长及执政党 都对他非常的欣赏 当年 但是呢 你看到说他选择的是 他希望在媒体上 有更多的这一种突破 但是我这里 我刚才有坐在这边 我听注意的这个分享 我就想起说 其实我们讲辩论 我们在政治上 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网民当中 也有很多的这个辩论 有一些是独霸天下的那一种 有很多容处的 但是呢 还是怎么的还比不上说 其实个人吵架 个人辩论 个人吵架 未必是要以理俱证 你看到最近的那个刚供 这么简单的 这个拿就强的 弄出了一个比喻 第二天会变成歌 而且好像拿去唱的 那就好像他唱的这个歌 怎么去用那个 那个机器去调他的声音 好像他在唱那首歌 而且还有那个韵律 还有什么的 还有再加上很多网民的那种 你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反驳 我在看 我觉得这些都是高手 而且都是用那个手机 来传的那一种 其实也就是说 变相的说 这个叫三两过千金 你不需要用大道理 去跟他谈我们的经济数字多少 这不用了 那一首歌大家都心照 心照不宣 然后大家都接纳 那你就赢得了这一个名誉 但其实这些工作 我认为说 都是我们这个社会对有良心的 或者是看清楚现象的这些朋友 那一种做法 也就是说整个舆论的这个行程 所以我把时间交回给你 我是觉得说 现在是一个潮流一个趋势 当然任何的这个怎么说 很多的议题 往往你会不小心又会转回过来之类 即使在明年执政了 你接下来也会受到很多的这个批评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自然的事 这也是一个民主健康发展 必然的一种趋势 是 对不只是仅仅是个人的成长 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影响是蛮大的 那虽然讲说相对整个社会 投入辩论圈的人 其实是那个数字还是小的 那但是 我们常讲 那个影响力往往不是用数字来定的 你看到我们这些占据各个重要干位的朋友 其实他们都是有很大影响力的人 如果江汉讲一句话 全马是几十万人在听的 听电 以为一个名义代表 书庆 所以包括我们看到 包括今天没有来的一些朋友 我们讲的念群 我们讲的文明 我们讲的慧明 我们讲的很多很多很多 这一些在各个干位上 占据影响力位置的人 你可以想一下 如果这些人 对社会做出某种行动 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跟介入 往往是我们 不能够小看自己的 不能小看自己的 所以最后一轮 我想很快的就是 不一定 那个时间各位自己去拿捏 不过可能就稍微精简一点 各位稍微总结一下 各位对辩论 对各位的一个 一个人生的关系 或者是你认为辩论对你的 你的一个影响是什么 可能我们就也会这样快快一轮过来 大概就是各位也说一个小的总结 大概每个人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辩论对我的人生的影响就是 当然它影响了我大脑的运作 对啊 对啊 那些从辩论学到的很多技巧 很多技术 或者是那些辩证 那些论证方式都有很 有助于在人生的生活 甚至是工作和职业上都有很大的帮助 这是最重要的 这是我也希望全辩有另外一个25年 继续走下去 好我们请佑晨 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 它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模式 那我稍微讲一下 就是刚刚我来之前 就有一位刚刚大学毕业 我以前的辩论的学生就跟我说 我刚刚开始工作 我现在才知道 学辩论跟没有学辩论的分别 因为他的公司里面全部人 因为他是做设计的 他说全公司都很会设计 但是大家都哑巴 就是大家都不讲话 他就是埋头骨干的设计设计设计 然后只有他一个可以去外 结果他们一进工作就升职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 对现在这一批听的人来讲 应该是最有feu的 就是你们现在可能感受不到 出去工作以后 你们就知道 你们比别人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在全辩里面 发光发热 谢谢 我认为说 参与这个辩论会呢 其实 能够让我们除了吸取知识之外 因为 比如说很多的这些大块头的辩题 需要我们加强对很多课题认识 另外呢 也在加强说 我们对语言的掌握和说话的技巧 而对语言掌握说话技巧 其实在我们未来的这个事业上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好 我 我做媒体 所以我对某些局面我比较敏感 我帮今天的局面balance一下 不要说全辩出来的绝大部分 都去反对党或者名联 我知道全辩也出了 胡建彪还有魏家祥 他们也参加过全辩的谢谢 谢谢 简单来说 我觉得全辩让我认识了很多有数字的人才 也改变了我的思考模式 那全辩教会了我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那全辩 改变了我整个人生走向 然后构建了我意想不到的人生舞台 谢谢 我们的咖啡店到这边要一个尾声 我想还是要借这个机会 不管各位要叫做江湖地位还是什么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 烟雨全情投入 而又默默在做的一群人 往往是我们看不到的 因为我们一直看到都是台上那些变手 我想所有这些穿黑衣 打橙色领带的 打什么这些 首尾的同学 我们大家给他们一个掌声吧 因为只有他们愿意持续 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这样 就是当全辩已经变成是一个 对社会形成一个重大影响力的时候 我们对全辩的一个要求 他可能就不能够停留在 像小慧讲的过去那个十年 或者是九辩以后的 这个到所谓的十四辩 那接下来的全辩对整个 社会对整个 包括弱势 因为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就很尝试的 一直要弄出一题 对弱势族群 包括对英语朋友 对原住民的变体 当然非常困难的 我们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弄出一次 可以持平性在这两个领域好的变体 都有很多这类的变体出来 可是一直没有办法做到他的持平性 所以这一次我们还是有不足的地方 我要尝试讲的就是 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关心的层面 从我们过去的很微观的很生活的 但我不说生活的不好 不是变速时漏时不好 他都有他的考虑面 只是说到这个部分的一个社会的介入的时候 当全变变成一个社会的招牌 当全变变成一个社会的影响力的时候 他就不仅仅是一个辩论比赛 他是一个我们看到各领域出来的 占据在各个位置上的一种影响力 所以全变这个平台走到25年 走到25年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 那我们祝福全变另外一个25年再创高峰 谢谢大家 在交回给大慧思宜之前 我要暂时宣兵夺主一下 因为其实我觉得全变走了25年 除了有很多的这个变首啊 甚至仇伟啊 受惠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也要表扬很多 在背后的幕后功臣 比如说像罗大哥 我是觉得说非常佩服 非常真是非常感谢他是因为 全变走过25年 他至少应该是跟全变走了23年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整个全变史就是他 大概是他的设计在里面 其实全变能够做这么多年 而且我觉得我们的 像刚刚讲到那种变体 什么善有善报 善未必有善报 这种烂变体肯定不会出现在全变的 特别是我觉得九变之后 因为我知道九变开始呢 我们都很强调说 变体是一个很谨慎的 那之前不是因为前面的丑伟做的不好 而是那时候呢 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说 变体的持平性有多重要 变体的持平性会决定那一场 是不是一个非战之罪这样子 所以从九变开始我们都很强调说 变体是有个 九变之前我们通常是征收一些变体 看到不错就用了 完全没有想过那种持平性 九变之后呢我们包括罗大哥 一直都参与这种审题的 每个变体我们征收了回来呢 都反复的斟酌 甚至他们自己先辩论一番 都很小心处理 还包括赛制也好 评审也好 所以我觉得到今天全变能够维持 他的一个江湖地位或者数字 很多这些我觉得工程啊 像罗大哥这样子的 我觉得都很重要 所以我说可不可以借大家掌声 也要感谢罗大哥 好 谢谢大家 想请问 今年已经是全变第25年了 你觉得这个第25年的这个全变 对你来说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 尤其是在我国时事方面的发展 我觉得25年的全变呢 就记载着每一代大学生 在当代的这个对时事的关心 还有那种表现出来的使命的热情 那么我希望呢 全变不只有25年 还要有希望再下一个25年 谢谢 想请问你 是觉得这个全变是否 这个辩论的风气是否应该在 政界被大力的退广呢 当然应该啊 因为全变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辩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致活动 那么它可以刺激我们学生的思维 让它有更加有批判的思维 有独立的思维 这个活动是应该被推广下去的 非常重要 好 谢谢 你好 想请问一下 今年全变已经进入第25年了 请问你觉得这个第25年的全变 对你来说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 对我来讲是怎样的概念呢 我觉得它是马来西亚最具有权位的一个赛会 然后尤其是建立起那个品牌就是全变是专 关心社会的一些课题的一个这样的赛会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 它扮演这个蛮重要的就是人民喉舌的一个角色 就是尽量能够把所有最贴近我们社会的一些课题 然后搬到全变来 所以25年来我相信对于 去推广全民去更关心这些社会课题来说的话 我相信全变扮演一个相当举足轻重的角色 就讲到这个时事方面 请问你觉得全变在这25年当中 对这个资讯的传播还有这个时事的发展 有这个怎么样的影响呢 怎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其实就是开发更多人去关心一些 可能被忽略的课题 因为全变这25年 因为我自己也参与在陪审团的讨论的过程当中 然后就发现说很多时候会 可能一些很小的课题 我们平常没有被注意的 其实陪审团也会打出来讨论 所以我觉得它扮演的角色 其实就是不停的推广 让所有的人民更加去关心更多 我们人民其实应该关心 跟我们自己国家非常密切的一些课题 谢谢 请问这个全变已经进入第25周年 请问这25年的全变 对您来说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 我看到一批又一批的同学 透过辩论而获得成长 而获得知识的提升 是非常开心的事 25年一转眼过去 看到很多同学在这当中受到启发 受到提升 这是值得恭喜的事 恭喜全变25周年 我们也知道罗志昌先生已经进入 在这25年的全变当中 罗志昌先生已经陪伴了全变23年相亲了 罗志昌先生 对于这全变未来的方向 请问罗先生有什么一个看法呢 我非常开心看到一批又一批活力的同学 不断给全变注入不同的元素 从过去的比较相对单一的变体 到现在多面性的变体 再到现在更深入的到各地 深入到生活里头去 我想这是全变可以期待说 我自己是非常有信心 全变在一代接一代的这种新的创新 跟冲击底下 他会有新的面貌出现 想问一下罗先生 在这个我国25年的 时事发展当中 你觉得这全变 对于这个时事发展 有一个怎么样的影响呢 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有一些 有一些我们即使现在看回十几年前的变体 到当现在位置还是适用的 比如说经济发展跟环保冲突的问题 其实这些一期讲说是十字课题 倒不如是全人类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所以有一些课题 尽管它已经在过去出现 但是它并没有彻底解决 也继续在我们讲人类的文明 就是不断透过所谓的质疑跟辩论 跟辩证去促进更大的一个文明的进步 所以辩论就有这样的效果 尽管有一些东西 它可能眼前为止还没有彻底的解决 但是你会看到 透过辩论不断的把社会的关心 跟社会的关注的东西不断的往前推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即使所谓的 最近的整个时事的转变 我们看到如果 从25年来讲 马来西亚的局势 从过去的 一直到308到505 你可以看到整个局势的转变 而辩论在这当中的影响 跟它的呈现 其实有很密切的关系 谢谢 你好 想请问你一下 这个全变已经进入第25周年了 想请问你 从9变到第14变 你觉得这最大的差别 还有我们今后应该走的方向是如何呢 我想全变到现在看到的最大的功能 最大的分别 是在科技上的应用 特别是这个互联网 还有社交网站的这个运用 像以前我们都没有Facebook啊 Twitter这些 大家现在听说 连Facebook都已经是落伍了 所以我现在看到呢 现在丑伟们办很多活动 它的那种宣传方式 跟我们已经很不一样 以前我们是很传统的印刷媒体啦 那个时候通过电视跟电台宣传 已经是非常 算是非常新的一种方式 而现在呢 最新的方式就是网络媒体 社交网站的一种宣传 我觉得是最大的不同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丑伟呢 他们运用科技啊 那种纯熟度比我们更高了 就是三两下就可以用这个电脑什么的 那种软件设计很多 很漂亮 甚至是我觉得事半功倍的那种设计效果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不同 那今后我觉得全变应该走什么方向 这是我觉得说 因为现在跟以前不同的是 辩论活动越来越多了 那到底全变在这么多辩论比赛当中 他要找到怎么样的定位 是他跟其他辩论会不同的呢 我觉得这个是现在你们目前呢 面对最大的挑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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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